44岁苏提达男演老太,手部皮肤轻筋爆起,精神处于高度紧张状态,泰国后宫从来不缺乏新人,马哈瓦吉拉龙宫经常风飞,给了苏提达极大的压力,没有女人可以青春永驻,泰国王后充满了危机感,甚至表现在日常公务中,44岁的苏提达王后男演老太,手部皮肤已经轻筋爆起,精神时刻处于高度紧张状态。 都说泰国王后是个危险的职业,马哈国王拥有主宰一切的权利,任何女人都只是她的附庸而已。 三年前苏提达加冕为王后,但是一路走来却不断被吐槽,这个平民王后实在是辛苦,虽然塑造高情商和高智商的形象,还一口气考取了45个博士学位,然而老百姓还是普遍更加认可希拉米。 前王妃已经成为苏提达心中的一根字,时刻想要除掉,甚至不惜爆发多场宫斗,也许后宫琐是劳心劳神,再加上没有及时保养,44岁的苏提达立刻显现出老太,其实从以往的公务照也能看出,苏提达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变苍老,后宫果然不是一般人能待的地方。 44岁的苏提达男演老太,状态跟刚加冕的时候没法比,根据皇室研究专家安德鲁爆料,苏提达王后曾经接受过微调手术,跟刚入宫的时候判若两人,但是岁月终究是匆匆无情,现在的苏提达状态越来越差,在公众面前也展现出老太的一面。 太王夫妇携手亮相皇家电视台,出席了教育频道的启动仪式,还一同参观了附近的小学。 苏提达王后一袭黑色礼服出镜,端庄有余却活力不足,给人一种老太太的感觉。 虽然皇家摄影师放出的是精修照,但是苏提达还是一脸沧桑和疲惫,尤其在阴暗的灯光下,苏提达脸上褶皱极其明显,一笑的时候满脸皱纹,虽然五官精致曾经还是空姐, 但是苏提达如今有些发福,脸上也有了沧桑感。 网友看过对比照之后,惊讶地发现苏提达还没有希拉米年轻貌美,正应了那句向游心声。 44岁的年龄不算太老,但是苏提达却老气横秋,这套新造型没有任何活力可言。 更为糟糕的一点是,当镜头转移到手部的时候,青筋抱起宛如老树皮,按照泰国王室的公务流程,每次递后都要双手合十祷告。 这回镜头扫到王后手部的时候,居然来了一个高清特写,直接暴露了最真实的年龄,进入眼帘的不是奢华的戒指,而是青筋抱起进行老太,看来苏提达手部保养不到位。 此外手腕的地方也是坑坑娃娃,一看就是上了年龄,没有了小姑娘般的细皮嫩肉。 年轻时候的苏提达颜值一般,只因为会来世得到太王的眷顾。 两人在飞机上一见钟情,谁都无法想象到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空姐,居然在军方的支持下登上了后卫。 现在的苏提达虽然容颜老去,但是依靠着强大的背景,居然可以在王室站稳脚跟。 马哈国王虽然有所妥协,但却不肯分给苏提达更多恩爱,只是当作王室吉祥物。 事实证明后宫是个危险的地方,就连苏提达这么聪明的女人,应付起来也是身心俱疲。 如今的苏提达依旧战战兢兢,精神一直处于高度紧张状态。 马哈瓦吉拉龙宫是个特别的君主,喜欢给嫔妃们授予军衔,并且一直采取军事话管理。 苏提达王后服役多年,至今都保持着占军资的状态,眼神和精神都极其紧张。 苏提达王后入宫十四年,经历了沧海桑田的变化,对太王的性格也很了解。 为了自保必须低调内敛,否则很有可能突然被废,毕竟这样的前车之剑太多了。 施力及太后的儿媳不好当,作为玉昆家族最美千金木空一切,根本看不起平民儿媳。 因此苏提达的加冕礼极其简陋,根本没有自己佩戴王冠,跟着太王身后唯唯诺诺四世女。 无论如何苏提达都是唯一的时世王后,但是待遇和头衔根本不匹配,证明王室高层没有完全认可她。 岁月是女人最大的敌人,马哈国王又极其严控,不由得为苏提达的未来捏一把汗。 如果再给苏提达一次机会,还会选择如此精神紧绷的人生吗? 到底是荣华富贵重要,还是开心和自由更重要呢?